喜爱路跑的人可别错过了新竹县竹东镇 这场10月29号在生态河滨公园举办的全民路跑活动 分为了竞赛组还有休闲组 从3K到10K都有 竞赛组的冠军呢还有5000元的奖金 现在已经开放网络报名 顶着大太阳挥看健行 拥抱健康的乐趣 跑友们最知道也乐此不疲 竹东镇运动会全民路跑区 10月29号将在头衔西生态河滨公园盛大举办 要来带领民众一起健康向前行 我们举办的地点是在河滨公园生态池 那因为最近疫情严峻 真的也需要运动 但是这个疫情防疫的部分 我们也会做得很好 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运动 增加免疫力 希望我们这个疫情 真的赶快远离我们 要健康就是要运动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竹东全民路跑又来了 今年分为竞赛组有四个组别 国小组3K 国中组5K 高中组5K 和成人组10K 限额竹东证明800人免费报名 从起点出发后 路线会行进狗狗公园 清水教育区 生态景观园区 和客家鼓励广场 另外休闲组3K 则是不限年龄 竹东证明限额800人 外乡镇限额200人 已经开放网络报名 那今天开始是上网来报名 我们有分国小 国中高中以及成人组 那希望说 如果有兴趣的好朋友们 都到这个乐活 官方网站来报名 这个活动每年都有举办 也受到乡亲的好评 那主动证明呢 这个践行的部分 有这个800位 那各乡镇的好朋友 也希望他来参与的有200位 可以来报名参加 只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完赛 就能获得运动毛巾和帆布袋 竞赛组前三名 还有最高5000元的奖金 主动路跑活动 开放报名年年秒杀 边上河滨风光 边践行强身 报名动作可要快乐 卖操仇 详内 稍不 Property